你扎的是什么马步啊 连个马步都扎不稳 难怪你重拳打得乱七八糟的 你自己应该知道 这天下武功派系繁杂 为何唯独少令真人一招黑虎掏心 却没有人敢小觑呢 为什么 那是因为他们比各个门派 练得深练到厚练得勤快 记住了 还是记住了 练 以后 若是爹没有盯着你练的话 你得自觉用心苦练 否则就别练了 爹 你有没有觉得 这么多年来 你对孩子的教育过于严厉 要求过于苛刻了 爹 你 你是神剑山庄的少庄主 我宋宁远的儿子 神剑山庄以后就靠你了 我也希望你以后的日子 能过得快快乐乐 但我更希望你能成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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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挑了几个时辰了 你也该歇歇了 你看 进度还是有限吧 咱们有的是时间 明天再试吧 施公主 您要是累了 就早点回去休息吧 不用管我 我知道你心急 但这一急万一手滑 把豆子全撒了 岂不前功尽弃 你 施公主说得对 我确实很累 我现在眼花缭乱的 我浑身又酸又疼 可是 我只要一想到我爹 这一辈子 一心未明清廉不恶 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 他心里不知道该有多么分恨男朋友 跟爹的痛苦 和娘的悲伤比起来 我这点辛苦算得了什么 玉凤啊 舒公主 我刚才说的话 您听听就算了 不用放在心上 凤儿会证明给您看 您生我为徒 是不会后悔的 也生了 您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这个脾气真像你娘啊 那你继续吧 那些豆子啊 我十天半个月都分不出来 你这个死心眼的丫头 我再有 Jacob 我先做事 他家儿 你还做事 他被人做事 我看她 来 来者何人 新侠贱为什么会在你的手上 来 到底是谁 不说 让我先杀了你 然后再拨下你的面具 看看你到底是何方学者 书公主 书公主 醒醒啊书公主 书公主你别睡了 醒醒啊 书公主 我想出办法通过测试了 怎么可能啊 短短一炷香时间 你就能把豆子分清了 你别戏弄我呀 是真的 我没有跟您开玩笑 书公主 我不需要一炷香 就可以添完那些豆子 完成任务 那你去吧 我再睡会儿 书公主别睡了 眼见为师 你看了就知道真假了 走吧 书公主 走了 妈 这怎么可能啊 怎么了 我知道你着急协议 但你也别这么折腾老人家 你给我去看看吧 这一大清早的 你说说 你们一大早的 在嚷嚷什么呀 娘在房里都听到了 哎 今儿九宫怎么起这么早了 对不起 太阳打茅房里出来了 这胡说八道说八 还不是他 他说 这些豆子 能在一炷香之内 就把它豆挑完 一炷香啊 这怎么可能 一炷香之内 三炷香都不可能啊 上回你挑了多久啊 这回你要是一炷香 把这些豆子挑出来的话 我立马拜你为师 这话可是你说的 我可不许反悔 大丈夫一言计出 十六匹马都追不上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没事了 那既然你娘还有六儿都在 那就让他们两个做个见证吧 别说你叔公主 我疼你啊 没给你机会 要是你没通过测试的话 就断了 拜师的心思吧 嗯 如果我通过测试 您就得立即守我为徒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别说那么多 我被我还暖和着呢 我会龙脚在招手后 快点快点快点 这 这是什么呀 怎么想我的 纵是要动脑筋 神啊 我让我回想 我要动脑筋 我把你拿下来 我把你拿下来 到我上了 我这么快要 我把你拿下来 让我让你拿下来 我把你拿下来 我损了 长西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开这种玩笑 你最近都上门了 怎么不见你援影了 园掌门 好久不见了 怎么样 是不是很想我呀 我是请想你的 现在武林中出了这么大的事 各大掌门会集于此 唯独不见你的人意 现在江湖不太平 等他们想起你的时候 一定会找你的茬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开这种玩笑 赶紧说 你最近到底干什么去了 你 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本门主好不容易 才从一场劫难中逃出来 现在就算武林发生了天大的事情 我也不用操心了 怎么会这样 到底要不要见 你有没有看到 无济门长公子啊 没有啊 没看到 人呢 又跑哪里去吧 没什么 没什么 你知道 本门主天生才智双全 得意兼备 所有女孩子见到我呢 都会一见清晰 但是本门主呢 是不会为这些事情为之阻动的 只不过最近 有一女子对我苦苦纠缠 我说我都失望了 只是罪过罪过 罪过人 我算是知道了 能让长大门主 把武林大事抛诸脑后的 也就只有女人了 说吧 又看上了哪家的姑娘 错了 是哪一家姑娘又看上罪了 我想要劝你一句 如果你再这么花心的话 总有一天你会栽在女人手里 古人云牡丹花下死 作鬼也风流 有人说城门口吊着一颗人头 听说还留着血书呢 太可怕了 快走 快去看看 真的 走 你看看 看 居然死了 这事也太计较了吧 你说 那个秋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会是前盟主的公子 宋盛秋 这也不可能 我听说 修炼仙下剑法者 急易走火如我 既然连前盟主都掌握到 我想宋盛秋为 竟然也是因为得到仙下剑 才会做出这等事 是 很有可能 走 我们去问个青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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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怎么样 施公主 这个嘛 别吱吱呜呜的 我到底通过测试没有啊 通过了 您答应过我 只要我通过测试就收我为徒 你可不能出而反而 否则会被天下人耻笑的 说什么呢 我邓九宫言出必行 一言九鼎 谁敢耻笑我 你还不快慢吃 师父在上 请收徒儿一拜 起来起来 叔公 凤儿一向埋怨 现在又没了父亲 还请叔公多多费神教导 行了 我邓九宫的徒弟 谁敢欺负 岂非向天借胆 看来有人也要拜我为师喽 不是 你这是耍小聪明啊 这事 我明白了 我现在拜你为师 你已经是九宫的徒弟了 那我就能向九宫学功夫了 是吧 师父在上 受徒儿一拜 徒孙拜见师爷 别者 接着 再一次 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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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盟主 您打算怎么办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 升秋 绝做不出这等残忍之事 这孩子 一向秉性淳厚 绝不可能下此毒手 更何况 他和狂刀们无冤无仇 就算是仙侠剑在他手上 他也不可能伤害流程 或许是他练了仙侠剑法 走火入魔了呢 况且 他也得知盟主死于非命 在这样的重重打击之下 他要是做出什么丧心病狂之事 也不是不可能的呀 说得也不无道理呀 只是 傅盟主 无林中现在传言 宋生秋已经封魔 他在城门上的刘叔过于狂妄 语出动吼还亮出明昊 这异端之举 不正代表他已经走上魔道了吗 让我想想 让我想想 你们可曾 请回刘长文的首级 傅盟主 现在城门那边都是老百姓 加上我和元贞 尚未得到傅盟主的事下 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刘长文的首级至今仍未取下 他好歹也是一派之主 不能让人家这么糟蹋他呀 一定要把他的首级请回来 封光大葬 是 是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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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让你让开听见没有 来 来 来 先吃他 来 来 来 算了 爹 宋生秋竟然如此蜂魔 如此粘狂 他眼中还有武林和朝廷吗 如果他已经练成了仙侠剑 那就不一定了 所谓一高人胆大 如此狂妄 倒也无可厚非 那咱们就由得他这样猖狂下去 越狂越好 武林一乱 天下难安 到时候本都督就奏请皇上 派兵把这一帮人都一并除掉 岂不痛快 谁知道 我就说这点是个水深 对 对 这个是个水深 这个是什么 肯定不见了 劳烦了 在下求见大都督 都督 欧阳轩求见 让他过来 有请 见过督都督大人 欧阳轩 你也是为这事来的吧 家父和在下正想找都督商量 正巧遇见您入京此地就冒昧前来 藏苏 先把这个人头拿下来再说 是 张弘历 这是什么意思 都督大人 狂斗门遭逢惊变 柳一刀身手易处 我身为武林副盟主 我有这个义务替他料理后事 是吗 竟然那么巧 本都督刚刚接下这桩案子 你不是故意找本都督麻烦吗 都督大人多虑了 张弘烈只是前来收拾而已 不过索性 没有让你们朝铁 把尸首拿了去 否则他柳一刀 就会永不明目 怕今后你们都督府 也将永无安宁之日了 仙霞剑为宋明元所督 天下人都知道 现在宋明元已死 宋生丘生死未卜 仙霞剑下落不明 好怕最有嫌疑的 就是你张弘烈 本都督还想问一句 你到底跟柳一刀 有什么血汗神仇 竟然下如此多手 这样羞辱他的尸首 张弘主和柳掌门 情同手足何苦相残 那本都督 就亲自送你去问柳一刀吧 怎么回愿 你也对了 好 身为武林副盟主 我有义务保护同道的炎灭 就不劳烦 都督大人了 我们走 都别追了 本都督会让他们好看 要练青云剑法也并不困难 首先须将剑决 朝事伦继于心 每日反复练习 立行刻苦用心之后 方能勿得其中拿五 但是 要想达到人剑合一之境界 以剑为心 以心欲剑 剑随身走 不随剑换 心如飞燕 直如停风 你要想练出火后 还早着呢 师父 徒儿今天表现得怎么样 算如此可教吗 也就比六二好那么一点点 怎么可能 您将我的招数 我都用上了呀 会使招数有什么用啊 跟我来 师父 您给我绑上这么沉的签块干什么 听清楚了 从今日开始 你每天要绑着这个东西 到河边去给我挑水 那边有个大水缸 每天要给我挑满为止 师父 你是开玩笑的吧 给我绑上这么重的东西 我怎么挑水啊 怎么了 不听师父话 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再怎么说 我也是个女儿家呀 谁欺负你 腹中也是练功的基本功之一呀 你这点苦都吃不了 还说要报仇呢 干脆摘下来算了 你要切记 没有我的命 这东西不管是吃饭 洗澡 甚至上茅厕 都不准拆下来 他愣着干什么 还不去挑水 优优独播剧场 宋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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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吃得这么狼屯狐咽 哪还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 娘 大家闺秀也有饥饿难耐的时候吗 再说 我连功练得这么勤快 肚子当然也容易饿了 你怎么不能 又要马儿跑 又要马儿不吃草吧 就吃到屁嘴 夫人 您就别说我师父了 这不怪他 要怪您怪我嘛 是我做菜太好吃了 这是大火宫认的 哪说宫认的 我怎么不知道 你先人啊 谁啊 吹牛吹得都吹向天了 少臭美了 师父 打从您守我围图以来呢 我都已经挑了三个月的水了 您讲我的那套青云剑法 我都已经练得古关烂熟了 我可以从第一试 一口气练到最后一试了 您什么时候 可以再教我新的套路啊 你这个臭丫头 你还怕师父 我好好教你啊 徒儿不敢 不过 您也知道 徒儿好生心强吗 是啊 您呢 的确是快练武的奇才 可以说 您的确是物性其高 而且记忆极好 自然也就练得快了 只不过这练武功 不是那么简单的 其中博大精深 您还怕我拿不住东西来教你 但是呢 这话说回来 火候练不够 就算是学会了武功的招式 也悟不到精髓 我也知道武功 是分上乘和下乘的 师父 您最厉害的绝招 是什么功夫啊 这我就知道了 有一回啊 师爷带我去打鱼 他使出了一招漫天风雪 顿时风云突变 就这师爷 预完气之后 大喝了一声 后面就出现了好多水柱 那些鱼群飞上来了 吃鱼啦 你说厉不厉害 我师爷最厉害的 就是这招了 漫天风雪 简直是万鱼莫敌呀 还万鱼莫敌呢 捕鱼的招式能有多难啊 你呀脑子里头就只知道吃 风儿啊 漫天风雪 可是师父我 融会了毕生所学的精华 放言天下能接得了这招的人 只怕是万种挑衣 师父 您吓唬我的吧 信不信有你 信 师父说的话 徒儿怎么敢不信呢 师父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 把这个毕生绝学传授给徒儿啊 我刚才就跟你说过了 你的火候还不够呢 现在让你见个鱼你都见不熟呢 想学这招再说吧 你就会糊弄人 去 去 去 娘 您怎么了 你还记得吗 你爹生前最爱吃的就是这东坡肉 可如今他再也吃不到了 娘 您就别想了 再想下次恐怕会伤了身体的 娘 我和你爹成亲这么多年 怎能受忘就忘了 如今只要我一想起 他葬身欲装 喊原未雪 娘的心里就难受 如果可以的话 我恨不得和他一起走 娘 您在说什么呀 您要是走了 留下凤儿一个人可怎么办 您以后 千万别再说这些傻话了 娘 您放心 女儿一定会替爹报仇 还爹一个清白 娘明白你的心意 可你毕竟是个女孩子 人为言轻的 娘就怕你 不会的 等我学成师父教我的武功后 有谁还敢欺负我 我说的话怎么会没有分量呢 玉凤啊 你这么说就错了 江湖之上高手挤挤 你永远不知道 你会遇到什么样的对手 自负太高 定会吃亏呀 正因如此 师父 你什么时候才敢把绝学传给我呢 要不然 将来徒儿行走江湖 自称是邓九宫的得意高徒 结果还被人在打得满地找牙 这要是传出去的话 您可就名誉扫地了 您说是吧 是是是 就会给你师父扣帽点 功夫力到嘴上了是吧 盛堂 师父我来吧 这种粗活 这是什么呀 好漂亮的簪子 你怎么不带头上 谁让你拿的 这么没礼貌 小心我剁了你的手 别别别 你剁我手谁给你做菜吃啊 今天我在集市上 看你这个簪子 上头有只凤凰 跟你的名字很配 我买来送给你 希望你喜欢 你找我 你紧不迢 给你 来 你 要 你 可以 总 快 师父 想什么呢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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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只簪子吗 多大点事吓我一跳 什么就个簪子 这只簪子对我来说很重要的 六儿 你不晓得 那只簪子是凤儿新上人送给他的 他当然会紧张 娘 你干吗说这些啊 没想到玉凤脚上负重 还能使出礼乐龙门 看来他的外公已经有了一定的火候 如此一来 叫他漫天风雪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师父 您干吗这么看着我 芳儿 把你脚上的东西卸下来吧 真的吗 师父 怎么样 舒服吗 我觉得自己现在身轻如燕呢 那好 把簪子给我 为什么 没事 我和你打个赌 如果你能接到簪子 我立刻将漫天风雪的口诀传授与你 读不读 好 读就读 您可不许反悔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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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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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师父 这次我一口气抓住了三只麻雀 自从我卸下辅助之后 我觉得自己更加轻盈敏捷了 吻内外功法 你现在外公颇有小成 可由外而内 循序渐进引导内力 满天风雪注重内外公的互相配合 你要记住这一点 我现在就将口诀传授与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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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地方 我不是掉下悬崖了吗 怎么会在这儿 爹 对了 我是为了救爹 爹呢 爹 春儿 快走 爹 走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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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場